你学这个多少年 是童子宫吗 在小学毕业之后去的 小学毕业之后 为什么上集聚团去了呢 因为那时候特别逃嘛 爱动啊 然后适合这个练功夫 然后也是为了我以后有一个 艺术嘛 因为它这个集聚团可以 还有唱腔课 然后还有主持 还有唱歌嘛 进入集聚团之后呢 05年毕业 然后开始步入社会 我妈为我吧 付出的特别多 因为当时想找一个舞台演出 特别特别难 因为特别小 业务能力也比较差 然后父母需要找人脱关系啊 然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喜遇吧 喜遇比较大 然后第一次登台 说实话特别紧张 对于我来当时来说 就这舞台是我 见过最大的舞台 然后在舞台上 唱歌的时候 歌词也忘了 然后说话都 腿都在去嘚叨 就是当时心态已经崩了 恨不得现在马上 走下舞台 我不想干了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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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舞台总监下来之后 告诉我 他说孩子 你还是很小 你这舞台经验不足 你还需要练 就差一点地哭出来啊 因为男人有泪不清谈嘛 当时说实话特别特别 感觉丢人 恨不得找个地方 就钻进去 也不想干这个职业了 真的 你用了多长时间 从这次第一场演出走出来 一年多吧 那你后来 一点一点地就走上 事业的正轨了 什么时候才是你真正觉得自己 我火了 有这样的转折点吗 在我15年 发行了自己的歌人单曲 15年发歌了 对对对 我看你这个报名表上填 现在成家了 成家 男孩女孩 男孩 谁帮你带孩子 媳妇 挺好的 成家有了孩子以后 再回望自己那段经历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悟 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其实靳尔奥也想表达一下 我的牺牲 因为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对我的爸妈妈 特别是我的母亲 说上一句谢谢 生活当中从来没有 因为我也许是男孩子原因嘛 就是谢谢啊 或者是妈你辛苦了 说不出口 其实我今天 想借着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对我妈妈说上 一句谢谢 谢谢你把儿子分享成人 然后呢 这么多年 默默地付出 其实 我父母真的挺不容易的 都是普通家庭 然后一路走来 都是见证的 感恩爸妈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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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